手机修着修着,后波铃掉下来了 这个怎么跟我没有关系啊 今天的猪脚就是它了 只不过这个猪脚呢又是一个踩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机组的描述 咱们就直接挑重点来说 机器是鱼塘买来的 卖家说只是换过一个屏幕 别的没动 至于是不是这样 后面我们再说 最主要的是 这一次是机组自己不小心 把手机掉进了洗脸时 造成的问题 后面还有很长一截呢 是它的辛酸历程 最后 他说 问我修到过这个故障没 如果没修到过的话 就发过来让我捏捏手 虽然从目前来说呢 我不知道它这个机器究竟是咋回事 但我总感觉吧 你这么问我 多少还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我能给你机会换手机吗 我给你说 不可能 电话既然能打进来 应该就不会是太大的故障 我们先把电池扬 我们先把电池扣上 插上数据线 可以看到充电的瓦数在跳 那这就是合上头上的狮子 非常明显了 机器就是不能显示 我们把主板放到显微镜下面走一圈 就发现这主板以前就曾修过这个故障 所以卖章说这机器就只换过屏幕 别的没动 明显就是扯淡 说到买卖东西 其实大部分朋友倒不是介意你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二手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 买卖双方有没有如实的说明情况 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就比如拿平台来说嘛 好多人为什么在上面踩坑 说的自白点嘛 就是因为便宜嘛 这让人防补胜防 别说你们 我曾经都在上面踩坑 而且踩坑的几率都超过一半了 你想一下 我都要中招 更何况是你们 后来我就不玩了 你就当我玩不起吧 一点都不稳当 说实话 太他妈坑了 回到正题 机器既然不能显示 那我们就先从显示座的阻值出发 经过一番测量后 大致锁定了故障点 也基本明白了这台机器 出现不显示故障的原因 这个我就放在最后 给大家进行一个总结 为了排除机器是否还有别的故障隐患 所以我们把显示座周围的黑胶 通通的刮掉 再进行维修主板 飞了三条线后 我们来开机测试 扣上屏幕 按下开机键 可以看到苹果的logo已经亮起来了 并且手机成功的进入了系统界面 为了让手机以后再次遇到屏幕损坏后 粉丝方便换屏 我们给它贴上一张全新的泡棉 这个可以防止在换屏的时候 指甲不小心把显示座周围的小元件扣掉 问到了开机密码 我们把机器的功能全部好好测试一遍 只是在测试的途中 尴尬了 这机器的厚玻璃 它居然自己掉下来了 你看这壳子上面 脚打这么少 它能不掉下来吗 你说就这机器 卖家也真是的 脸皮贼厚呀 也不知道是谁给它的勇气 居然睁着眼睛说瞎话 机器没动过 再说了 你就是挤一瓶胶也才多少钱 这么吝啬的吗 现在我们来说说 这台机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 以及 我们为什么要把显示座周围的黑胶全部去掉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 我们短接的那三个电杆是断点造成的 我们害怕机器以后再次出现 电感虚焊或者是 断点之类的 所以我们要排除一下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黑胶 通通去掉的原因 因为这样的话方便排查故障 乔师傅 粉丝在平台上又看到一个便宜货 问你值不值得购买 买啊 为什么不买 接着买啊 要不然我们不失业了吗 不失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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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失业了吗